讲到这个交通状况大众的运输工具 我昨天台铁又出状况了啦 昨天而且呢一天之内哦 连出四包 上午呢有一辆这个普悠马号啊 因为这个电雾异常失去了动力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花莲复原跟瑞穗之间 停了将近46分钟 好 这只是一开头后面还有问题哦 基隆到八堵路段之间呢 也在这个上班上学尖峰时刻 耗制故障了 耗制异常事件发生 好 黄灯故障了啦 然后结果下午呢又遇上有火车到站 但是车门打不开 大家下不去好紧张 昨天晚间9点20分左右呢 在这个头城归山间的轨道 则是因为热胀冷缩 导致出现大概有0.5公分的裂缝 影响了有5个裂次左右 那么短短三天呢 其实1号的时候也有状况哦 短短三天呢台铁连出6个状况 包括了运工 机电都突起 台铁希望改革难道沦为口号吗 专家学者就表示说 这个交通部的高层最近提出了相当多的新方向 新梦想好像要把台铁放在最后 现在呢应该要回归到现实面了 高层有责任解决台铁人力 还有设备的问题 来提振台铁士气哦 那么刚刚讲到三天呢有六个状况 昨天讲的是 刚刚讲得到是3号这一天对不对 来看1号这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泰鲁阁号被这钢条砸中了车头 复兴号的车厢脱节 好 结果呢隔了两天 又出现了列车故障 自强号列车停靠南后站的时候呢 车门没有打开接连出包 也让立委痛批真的太离谱了 火车停在轨道上动弹不得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旅客们心急如焚 3号上午9点58分 406列次普悠马号在花莲复原的瑞穗街 突然失去动力 旅客们在原地等到10点38分 火车机械重启后终于恢复行驶 共影响40分钟 刚好停在了所谓的中性区间 它是没有动力的 所以列车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普悠马号停驶影响三列次 共200多名乘客 虽然台铁表示全额退费 但近期出包并非头一招 1号晚间铁道局工地 因围离铁板松脱 导致611次复兴号 第34节车厢脱节 相隔两天又出状况 旅客们直摇头 好像是常常发生啊 这样子太常发生了 处长已经下桃了 系数近期台铁事件 12月1号泰鲁阁财遭钢轨庄杂重 同一天晚间行驶到 花莲的复兴号车厢脱节意外 才过两天就发生 普悠马失去动力 还有基隆八堵 号制异常等情况连环出包 一三五二四六 一天到晚都在出包 简直是太离谱了 你应该要走的 结果你留下来当部长 然后你留下来当部长的时候 你就假装台铁不存在吗 可以这样吗 施测 这个我们台铁局的一个责任 我想我不会推险 短期内台铁出包 接二连三 尽管政府老是喊台铁改革 但结构性烈化问题 始终没有改善 接下来台北花莲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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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